他曾是一名人人羡慕的千万富翁 但是在他48岁的那年却因为贩毒和质毒被判处死刑 这就是拍摄于2012年6月25日 死刑犯刘作东在他生命中的最后日子里留下的真实影像记录 在记者的采访中他忍不住的眼面哭泣 原本拥有大好虔诚的他到底是如何走到如此地步的 八十年代他考上大学成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天之骄子 九十年代他离职下海 开始做建筑工程成为那个十七凤毛麟角的千万富翁 但在2002年他原本光鲜亮丽的人生出现转折 因为交友不慎他开始涉及毒品 并被云南的当地法院判期有期徒刑七年 这一年他的女儿才刚刚满八岁 等到他今晚出雨之时 前妻已与他离婚 女儿也不归他抚养 在联系上初恋女友后 两人背着家人偷偷完婚 在婚后的他决定好好工作 希望给自己现任妻子一个美好的未来 但事与愿违 他的成功经验在此时已经不再受益 事业上的毫无起色 加上自己脆弱的自尊心 想在自己岳母面前争口气的他 再次走上制毒贩毒的违法捷径 作为一名八十年代的大学生 很显然他知道此次冒险所面临的风险 但他依然在其自己租住的房间内制作毒品 最终刘作动因被人举报 在2009年再次被公安人员所抓获 而在他的房间内 查出固体冰毒618.5克 液体毒品3000克 以及他的车上和他所经营的休闲山庄 查出含甲鸡本饼案的液体近7000克 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影像 便是刘作动前往死刑执行场时所拍摄的照片 2012年的6月26日 在四川省梅山市的市中级人民法院上 刘作动被宣判死刑后 他身边的法警正给他挂上贩油牌 之后他便要被押赴刑场 执行死刑 刚刚过完48岁生日的他 按说他的生活正直精彩 而眼下的事实则是 他即将要为自己的人生亲手画上句号 走出法庭的那一刻 他的人生也将迎来最后的倒计时 在谈论他自己的一生事 他这样说道 沈高院的裁定都维持死刑判决了 我已经不抱希望了 只想平平静静地走到最后 2012年6月26日的下午3点35分 刘作动在这一刻 走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 从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轮为奸下球 最后更是因为自己所谓的自尊心 葬送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和再婚妻子的未来 而他最后的心愿 则是放心补下刚刚高考过的女儿 和自己88岁高龄的老父亲 真是可怜且可悲啊